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謝謝 我們前面的這一場 比較從這個 從歷史 從學術 從理論 把這個AI的密集 拉得很高 放得很大 那我們下面這一場呢 這個三位有實際創作 主要是實際創作 兩位之前跟艾羅 就是私人做工作 跟媒體有關的工作 白玲老師他是應該有比較多的 知識的背景 他讀的是科學 但是顯然因為不是他的 這個在學術領域裡面的專業 像剛剛我們三位 然後我們蘇慕村院長 他內政專業 所以我們這一場呢 可能就會有一些作品來討論 我們就先邀請這個白玲來談 我也不知道他要談什麼 我說歡迎白玲 各位 各位 林主任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我今天談的是 從AI師徒共創 看師的抵抗跟救援 其實我覺得不論是詩或者圖 這個圖是一個廣益的圖 包含影音 其他這要不是詩方面的都算 其實他跟個人的修為美學觀點 還有你對美的審美的態度 跟那種涵養都有關係 所以每一個人即使使用AI 畫出來的圖的選擇 或者是改動或者變化 都不會一樣 所以這個圖像無果選擇 AI的畫風 覺得跟李華香教授差異蠻大的 所以每個人的選擇 其實在詩裡面都可以看到 今天我主要談了幾個方向 就是詩語上、圖像類型 然後可控到不可控 這種時代的變化 還有詩他其實的特質是模糊曖昧 他其實對語音的創造 有極大化的可能 那還有早年 小兵詩人其實講早年也沒有多少年 不到十年 還有詩人在這方面的展望 那這是我寫的一本書 叫做《新詩跨領域現象》 台灣詩學的童書 主編是迪瑞德教授 然後這裡面談的就是我詩 跟其他領域之間的一些連結的討論 那這是我其他關於詩的一些早期的一些著作 大家不能說是西文法師 就是把他搞亂 作亂 在詩裡面當一個作亂的整體 那我們知道華格納在一百多年前 他其實就認為要有總體的藝術 這個總體的藝術 他就是說所有人類的感官和藝術經驗 都應該包含在創作的裡面 而且才是最完整的藝術作品 這個看法一直持續到今天 很多人也是這樣認為 因為人本來就是全腦、全方位 所以其實就是最早有跨領域跟協調的這種想法 那這是1994年的所謂的雙馬理論 就認為一個教學就像現在秀PPT一樣 如果純粹是文字而沒有圖像 對教學產生的效果其實比較差 就是他能夠造成的對學生的影響就比較弱 如果是純粹的文字 因為人就是左右腦 所以同時能夠接受一件事情的多方面的資訊 是有助於那件事情的深刻化 這一個是人的大腦的全方位很重要的一個理論 叫雙馬理論 然後1976年其實草根施設 就提出這種跨界的阻擋 認為一切的媒體就是作品的形式 與傳達光色 所以那一年在現在的台北的 這個晚前路的那個台灣國務館 有辦了一個草根生活創作展 他是希望光色、陰、立、五 你看這五十幾年前 大概五十年前就提出這樣子 那是集合在一起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創作不再是藝術家、文學家的特權、專業 以將近五十年前的漢方 今天講跨界跟講斜槓是一樣的 所以台灣世界有一個叫做斜槓詩戲 就是希望能夠把不同的領域都納在這裡頭 那個時候的草根創作展 他就把繪畫、板畫、插畫、攝影、造型、設計、印刷、轉頁 全部在這個展覽展示 報紙、廣告、什麼全部都有 臉盆裡面也可以寫詩這樣 而且是多元的傳達 還有酒瓶、影子、衣服 就是完全的生活化 就是媒介與訊息就是這個意思 媒介傳達的訊息 就可以加長那個訊息的本身這樣 而且是開放性 去跟古代的美學傳統去結合在一起 而且是要產生一種季斷又臨 意思是單獨也可以成立 合在一起也許更好 我分開都可以 而且會讓日常的語言產生那種活力 而且誰都可以創作化 可以創作化 就是今天正要躲向而已 就是庶民化 這是草根創作展 在將近50年級 極大的主張 那今天已經 這是1985年我主編的草根 草根的詩刊和副刊 就是第41期 總共半個9期就夭折了 為什麼? 寄不出去 因為你知道這些草根海況 你把它捲一捲放在一個桶子裡面 那個桶子是硬的 寄到人家家裡西鄉才能進去 所以寄一千份出來 回來四、五百份 就怎麼辦? 就是變成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這個反面就是正面 反面是這樣子 這個專精與秩序 就是羅青寫的草根時刊 草根的宣揚第二期 我編了9期其實還蠻辛苦的 而且是一個月一起 我們就更辛苦了 雖然是看起來只有一章而已 我們知道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 其實詩是越來越像文跟土的一個結合 左邊代表左邊的腦袋 右邊代表右邊的腦袋 我們知道就是感性跟理性的一個結合 過去會認為左腦是優勢的 現在要慢慢認為右腦越來越優勢 這時代一直在改變 然後左邊是有框有劍的 就像語言是有框有劍的 語言是需要透過學習 右邊的腦袋是不需要學習 所以以前是要學習 現在不用學習 小孩子就會唱歌、會畫畫 所以越來越像不要學習的那一部分來靠近 那這個拉許在1990年就認為 把尼歐塔的那個現代主義歸於畫語 就是文 或現代主義歸於圖 就是形象的文化 兩個文化就是現代到後現代的根本的改變 也就是文向圖的變化轉向 就是由受教受控 因為語言是需要學習的 就像現在閩南語要改成台灣台語 這就是一種控制 對語言的控制 將來說不定國語就變成台語 有一天我相信 而且恐怕也不太準 這就是一種可以控制的 可是我們知道人都不受控 不受控那部分就在誘老 所以人就現在所謂的無中心 也就是這樣來的 現在到後現代有框到無框 有借到無借 所以比特幣就是一種不受控 區塊鏈就是一種不受控 所以這不受控本身背後 雖然還是有一些財團什麼的介入 可是你也不知道是怎麼會回事 所以感覺不受控到底有沒有受控 我也不知道 然後這個是跨領域最可能的 那個詩永遠是在這個中間的中心 這就是詩人才會講這種話 別人是不信的 就是你講這種話別人是不相信的 可是你認為詩 它是一個整個這個中間的中心 別人說鬼話 你們詩人在搞什麼誰知道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詩跟會話之間 詩跟音樂之間 詩跟電影 詩跟戲劇 其實都有可能做某種程度的結合 現在AI介入以後 這個結合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 所以可以看出來 受控不受控 受教不受教 那人都是不受教的 一個人如果全部都是受教的 那他就變得太規矩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全班最會唸書的是最受教的對不對 你經常成績 成就不會最高 那個不受教的 最後一年搞不好最有成就 所以成就跟受教不受教 不受教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你來學校學習 最好能夠反對老師 就是我講的話 你就反對我 那你就是不受教 你不受教 你將來就比較有可能發展這樣 所以我在90年代上世紀就聽 認為媒介的轉換就有可能這樣 一元到多元 統一到分歧 單禽到環複 列子到優質 單向到雙向 我跟你講就是顯然也是這樣子一個發展 然後這是小兵在2017年出版的第一本書 他總共出了三本書 寫了聽說一兩萬首詩 就是我們知道小兵他是被訓練出來的 那寫出來的詩比現在的AI寫得好 而且好得非常多 原因就是因為現在變成大數據 可是以前是受控的數據 他寫了一本書叫《南光失去玻璃窗》 光這一句就是他寫的 過厲害了對不對 然後台灣的版本是右邊 左邊是大陸的版本 可是這個內容都是台灣人弄的 這是我寫了一個台灣版的序 叫做《每個救火隊》也合夥了 然後他是已經到2017已經18歲 到現在超過20幾歲了 他是像500多位現代詩人學的 總共訓練的超過一萬次以上他才學會 他是把詩跟圖拆解 就是每一句詩的那個影像都變成圖 詞句都變成圖像 然後回過頭來 你給他一個圖 你就可以寫什麼 以前我們都玩過 現在你找不到了 現在已經掛掉了 那以後可能還會回覆 為什麼 因為以前寫的詩比現在 愛愛寫的詩好太多了 你可以看下面 這是台灣大學的教授找了一位去弄的 所以雖然表面上是在大陸 其實是台灣的人所做的 你看他寫的 好不是怕看 夢是一個村莊 不能有一句話 不太懂對不對 才像詩對不對 好 那上面寫的 我這個詩在藝術園中 跳出了一個新鮮的字 你叫AI現在寫也看他寫不出來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一次一次完成自己的生物 是弄一般的 他是一個偉大的音樂 橫在我的靈魂裡 這都是那一本詩集裡面 你可以找得到 而且每一句都是AI型的 然後 所以小兵的語言生成 跟現在的大數音樂太大了 你反而給他 他沒辦法集中 可是以後可能會回過過來 把他專業化 所以以後的每一種AI可能都會專業化 語言有語言的 醫學有醫學的什麼有什麼的 可能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委婉副總裁 他就說某種程度 他是人類對自身創造力的一種喘吃 他認為是這樣 然後雖然很刺濃 所以我們可以看在 師徒AI它之間是可以雙向互動 那這中間我就拿來做教學 下面就是我做AI的教學的一些可能性 那我先秀自己的 這是我第一個做的AI 我覺得這張太一般的 而且非常的瑪格麗特 而且雖然有一些什麼東西 我給他這首詩他的寫項 那我們知道給AI 就像剛才林教和林華香這樣秀的 他常常是給一兩句 他就會秀一個圖 你給的太多他反而亂掉 所以我們知道所謂的咒語 都要越短越好 越精彩越好 你聽過那個咒語練了兩分鐘的嗎 那還叫咒語嗎 那就不叫咒語了 你看那個哈利波特 他經常一個字 而且很長的一個字 搞不好三十個字 就是叫咒語 所以咒語就是聽不懂就叫做咒語 那詩選得越短越看不懂 他就越像咒語 他畫出來就會像這樣 我寫了一系列叫 活著要像一隻蟲 他就變成這隻蟲 這不像蟲 這是有一首詩叫念經詩 其實是我先有這個圖再有這個詩 所以有時候是可以有圖再有詩 回過頭來講 這也是先有圖再有詩 詩我沒有秀出來 這也是先有圖再有詩 這個圖整個產生的是偶然產生的 那我覺得可以用留下來就寫成詩這樣 然後這只有一句 水過無痕詩之道 然後我就要畫比較像墳彩 他就畫出這樣子的一個圖 然後這個是給他兩行 筆下二三稿子 胸中十萬燈紋 他就畫這樣 後面牆壁全部是稿子 各位看到沒有 所以AI還是了解你的意思 只有給他兩行 所以他不是不了解還是了解 這個是給他這兩行 胸襟是抽不進的卷尺 一做成抽出另外六成 畫了幾張圖 一直叫他再畫 再畫 再畫 最後畫這個還勉強 這個是也有一首詩叫他畫 人就變得很小 然後蟲就變得很大 這首這個圖我是比較喜歡的 因為我給他一首詩 下面這首詩 樹木銀行 然後每株樹都是一座銀行 葉子的、花的、種子的、蟲子的、彈的、風生的、雨滴的、樹影的 這三樣很普通的 木在天地間 於我的胸膛上敞開 就是這一句話讓他畫出在來頭 就是他就比較符合我的意思 當然每一次他畫的不一樣 可是很快他就畫出這一張 我覺得那種感覺就比較能夠出來 那這個是用影帝的一句話 身體一艘船 然後他就畫一段頭 後面都沒有給他 就是只有身體一艘船 那我們知道身體一艘船 他絕對不是普通語言 他是一個 一般人不會這樣想 他就這樣死 那他就會畫出這樣一個奇特 可是你給其他的AI畫出來 畫他很普通 有時候他給他說 對不起 你這個跟死亡有關 所以他不給你哭 就是AI他也會阻止你 企圖刺殺 所以他會阻止你 那我也根據那個圖 用另外寫這首詩 那我寫了這個詩 然後他就畫這個圖 那這個是外面有一張很像 可是不一樣 那我是先有這個圖在寫這首詩 所以就變成說 其實有圖可以幫助你的想像 而且會引發你的天馬星空的想法 當然是你本身對詩要有點理解 才比較能夠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我最近 上個禮拜 先有這張圖才寫這首詩 所以我說說 當你沒有靈感的時候 就隨便畫圖 就AI給他隨便一句話 叫他畫 把過去的詩 別人的詩都可以 然後叫他畫 當你不會寫詩 你就用別人的詩 然後畫出來的圖 你就要再叫他寫詩 再去改那首詩 就變成你的詩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搞了半天都不是你的對不對? 因為詩是別人的 你就要AI畫圖 那圖出來你就要AI再去寫詩 搞了半天就是透過別人寫出的東西 然後再去改他就變成自己的詩 這是很奇妙的一種輪迴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各位不妨試試看 那這個賀曼各賽說 寫一首壞事的一句 剩餘讀一首 未來就是玩一張AI圖 或者AI師 剩餘畫一張好畫 因為很多畫你也畫不出來 只有AI可以幫你畫 其實玩AI對教學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第一個可以幫助學生對文字產生樂趣 而且有一種僥倖感、快樂感 跟功課好壞也經常沒有關係 功課越好的越笨 知道嗎? 出來的AI越沒有樣子 我常常是有這種感覺 而且對寫作好處很多 而且對創意跟自我建立新興 而且越早開始越好 而且如果呼叫AI的能力 當然有些AI的軟體需要錢 那微軟基本上現在可以不用錢 以後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還是可以用的 那其實絲最重要就是虛實 從古到今、古今中外都一樣 什麼東西都是反過來的 所以AI就是一種真實跟虛擬之間的一個關係 就是什麼東西都反 正則反,這反則正經機,這反則反則即是屬於的 反正你只要跟人性相反,它就叫詩 AI就跟人體相反 所以他也有機會讓他變人詩 那比如說我現在用AI來呼叫 我給他這些詞 比如說你名詞是這個 形容詞是這個 動詞是這樣 然後我給他說 請你把上面這些詞 這讓他不用寫,這要寫這十幾個 然後變成一首有創意的五王詩組合一下 他很笨 他會 你叫他不要加任何詞 他就加了一堆 那你說不行加 他這樣勉強不加 他忍不住要加 比如說他這樣 你看 那個應該沒有心訊 他跑出心訊來 然後他沒有未來,他也跑出未來 你說不行再改 他總算變成這樣勉強 然後可是這個是原來的詩 就是我教學的一個方式 我就是常常 我覺得一般人創作也可以這樣 就是你讀一篇文章 你覺得他名詞動詞很漂亮 就把他圈起來 然後組合起來 就給AI他就選出一種詞 這個是學生 我就要從古詩十九所 他的所謂 不是所謂 說明解釋裡面 找你喜歡的動詞、名詞、形容詞 然後組合他就組合 那其實 這是國中生組合的 比AI組合得好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人還是比AI聰明 AI學人不久 就沒有一個第一次組合的小朋友學了 雨聲滋潤的吶喊 銀月搶奪的床 寂寞走過房間 打包我的思念 怪怪的 怪怪的就比較像詩對不對 好 那以詩制AI圖 這個是 我有一個教學 那請學生用 比如說我這次我自己寫的兩行 請他畫圖 他在畫成這樣 這是他畫成這樣 然後 這是我給他的詩 他畫 去做選擇 選擇本身就是訓練 自我訓練的方式 那 這是我給的詩 我自己寫的 然後請他們去畫 這是學生畫出來的圖 然後這也是 另外一個就是 我給了一些圖 然後他們去做詩 像這個是我給的圖 他們寫的詩 可是寫得不好 那這是我給的圖 寫的詩 這首寫得很棒 你看這裡面的每一個詞 都在這上面 掌心向上 你看掌心向上 騰空的魔術是搓向巨大的眼 以羽為眉 以睫毛支撐世界 在空中騰飛的廣大又黑白的全部 是自由或者束縛 海鷗冷冷地注視 海浪冷冷地等待 白於嬉笑的聚散 就是這一句好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常常只要有一兩句好 前面不怎麼樣 也可以像癡 這是我根據這個圖 這個圖我給他 我自己沒有覺得很改憂 你知道嗎 我也要搞一項合圖 我就自己寫一個 其實沒有學生寫得好 我也知道 這是學生寫的 我給他的圖 這是我給他的圖 他們學生的 那我去改他這樣 建議他也不是改他 你看那浪花無法看到自己信封照 光這一句就很棒 其實一輩子寫個十句 很棒的句子 就可以含笑而去 不用多 這也是一樣 他們抓不住最小的開心 你看這一句 這種句子是不是就很不錯 這也是我給他的圖 他們寫的這樣 然後這些圖都是我給的 然後他們每一個人寫的詩 所以我覺得本身就是根據圖 他就可以引發非常多的想像 這是互動 兩個互動 所以AI寫詩意味著兩點 剛才幾位老師 在座的林豪強 陳正衛老師他們都談過 因為像前面的小兵 他只可能慢慢地像成為生物 他也不會做夢 也不會長大 他也沒有魂也沒有靈 可是呢 這種有夢熱血出汗出戀 然後透過詩一代代傳承 其實他本身有宇宙最不可思議的柔軟部位 它是一個奧秘 在我的想法裡面 詩絕對不是地球之詩 我認為所有宇宙裡面 任何的高等生物都會寫詩 就像我們的圓祝民會寫詩 竹魯部落 在任何落後的部落 他們都會寫詩 他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而已 可是語言最後都是詩 所以詩是把不好說的、不可說的情感、語音 試圖用好說的、可說的語言文字說出來 來傳達 然後因此就借在清楚、不可清楚、不清楚、可解、不可解之間 這種模糊正是理性、語言與感性共同融合的創作 也是人工智慧做不到、而且正想辦法靠擁的部分 這一部分可能在某一個關節上他還是做不到 因為他畢竟不會做夢 我想叫AI做夢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的結論是 AI其實是你要求失職就會使得詩語對圖像的品質 是抵抗也是救援 抵抗的意思就是說避免圖像過度庸俗化 然後救援是避免你給AI的語言持久 所以他其實是雙向的 他既有節制AI的範圍 也有使得AI本身可以提升他對語言的感受能力 這之間是一個雙向的一個關係 那所以我認為 就是 對不起 漏掉一個 第一個是 先看第二點 失全民化、術文化是必然的 然後建立失聯網 這是臺灣思學做的線上思想 然後透過希望 像林豪翔教授、陳寇帕、詩人 他們幾乎兩、三天就會在上面剖東西 然後在場跟不在場的礦 都將與時俱進 然後所謂在場就是 就是像這樣4D化 加上觸、動、位、嗅覺 這之間做不到以後會 3D化就是影像的立體化 現在AR、MR、VR也正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不在場是透過網路這些東西來行為 所以現在透過科技的進步 這一部分會越來越進步 這是我剛剛應該放在地上 這個版圖是沒有止境的 也就是說這個版圖會越來越向外擴大 好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影像思學 就是我們現在要建構的一個論壇論理論 就是要把詞語跟影像在轉換中間 到底有什麼樣的空隙跟問題 然後詞語文本跟影像文本之間的 怎麼樣的界電跟參索 是以後需要不斷地探討的東西 而且也不是很容易 然後其實AI會計算 人是很陰的會算計 所以詞是應該藉在這兩個計算跟算計之間來這個 那高達美他說 人類若沒有詞的指引 極難找到真理 而科學大半是智慧 很難找到真理 這句話有沒有問題 我也覺得有點問題 這就是哲學家過度貶視 鄙視科學的 可是因為科學還在發展 而且老實講 科學在怎麼樣進步 恐怕其他星球的高等智慧早早就超過了 我們可以想像應該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怎麼樣去融合理性跟感性 就是左老跟右老 其實這個詩的創造跟虛實之外 其實跟老子的有無相生 佛家的社工不二 哲學的多一互動 乃是愛伊斯坦的職人互換 科學的有限無限同一 我覺得科學的有限無限同一 是很多學文學人不太清楚的 你知道即使一滴水 它產生的能量就可以讓日月潭的發電 發電三千年 就是很小的東西 它是其實無限的可能 而且本來任何微在小的東西 都是很多物質 看不見的物質 或者按物質的暫時的集合 呈現在你面前讓你看到它 可是事實上它是無限的集合 那這一點是科學很重要的一個背後的道理 所以它色空多一 有限無限 職人互換 它其實都是在講同一個道理 所以整個來講 所有的哲學 科學 神學 佛學 都是在講同一個東西 只是這方面其實跟這個影像師學 說不定有某一種程度的結合 所以最後 這個就不用說了 那所以師徒附身就跟白日跟黑夜交錯 左右腦互動 蟹子跟夢的交錯其實都很像 2014年 台灣師學曾經帶動 叫做鼓動小師風潮 希望2024能夠跟中央大學合作 然後一起鼓動AI師徒的風潮 好 謝謝大家耐心 AI換歲 好 我們現在接著請太陸 好不好 他有一個很厲害 他那個手機 很會用手機 我們哪一天請他來教我們用手機 館長 我可以很快呼應一下 剛剛白老師的 董哥他裡面有提到那個 科學跟真理 我覺得科學只能解釋現象 所以科學確實不能找到真理 不是 他呼應這句話這樣 他只能解釋現象 謝謝老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艾羅 因為我們前面的老師們 都已經講了這麼大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們後面稍微輕鬆一點 我就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 因為本身我是喜歡用手機拍照 然後我也做一些圖跟創作 所以其實我的AI的製圖的觀念 理念帶入很多我的攝影觀 這樣子 然後待會兒我分享的作品 就是我們平常 因為我也是今年由於 仙道師鄉提倡這個 師徒共創這個斜槓 我才開始跟著去創作 所以我學習的時間也不長 然後完全是憑藉著自己的想像力等 去做這些圖 那由於剛剛那個白銀老師有說了一句話 說每個人制圖 跟他的個人修為有很大的關係 那這個修為兩個字又加重了我的負擔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能夠輕鬆看待這樣子 那我今天講的議題就是在寫你的敘事中創造 生成AI的虛擬儀式機 那我們寫你的儀式基本上就是一種二次創作 等於說在我們的作品之中 也激動了其他人的作品 在我們的創作裡面 那我們如何去在這作品裡面生成 然後突破這些框架 也就是說我們對於AI能夠放出來的東西 就像有些東西比較死板的 可能印象中的框架 我們如何去突破它 然後它的精準度 然後如何去改變它的視覺效果與質量 那大家看一下 剛剛前面一張圖也是我做的 那大家看得出我的修為 就是比較可愛級的 那這張圖也是 所以從頭到尾 大家看到的都會是我們個人的作品這樣子 那我突破印象框架的概率 對於精準度 我大概自己用就是學習的心得 我分成了大概這三點 首先因為我們講的是師徒共創 所以師徒共創我們首先要制度之前 我們必須去了解這個師本身的意象的結構 然後我們再去結構它 然後再來要創造畫面 而不是期待AI懂你 因為我想這個 也許我在講的時候 也許有些人的觀念會跟我衝突到 但是我覺得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就是說創造畫面 也就是一種說故事的能力 因為由於我自己本身是在玩攝影 所以我在做圖文創作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培養攝影眼 就是我們學攝影的一個基本的培養攝影眼 那製圖的話 如果AI製圖是不是可以能夠帶入呢 那我會覺得說 手機攝影機不管你用任何的 就是說高階的一些攝影器材 那是你們會期望這個攝影機懂你 還是我們去了解我們手中的器材 那因為我們了解手中的器材 才能夠去善用它 那我個人是用手機 那我必須去了解手機的這個器材的使用 然後讓它放到最大 如何就是說我希望能夠做到說 像單眼的那個效果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在我製圖的過程 我是希望是說我能夠做到我去創造畫面 而不是說我丟一句話 讓AI自己去懂你 這是我的觀念 然後再來我們要分清楚就是說 我們這個製作的用途設定 比如說我放在一本書裡面 那它會是一種等於是配角 就是插圖的一種功能 或者是說你要做單張或者是多張 那這中間的風格性 也就是說我們的詩裡面 像我外面大家如果待會到外面去看 就會有一張蕭蕭老師的我的作品 那我會用古代的一個風格 是因為蕭蕭老師那首閃文詩裡面 它幾乎有一種穿越 它從現代走到古代 所以這當中的情境如何去穿 去貫穿這個中間的這個情境 這就是要傷一點腦筋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舉這個例子就是 蘇少蕭老師的他的 他的一首閃文詩 《獸》 那這一張的話 我是以四格漫畫來製圖這樣子 那首先呢 我們在看圖之前 我們就先了解 蘇少蕭老師這首詩在寫什麼 這就是我製圖的方向 我必須先了解這首詩 而且這首詩本身不是我寫的 那我們如何跟它產生一種互動呢 用什麼方式跟它產生互動 那蘇少蕭老師說 我在暗綠的黑板上寫了一字字 瘦加上注音是哦瘦 轉身面向全班的小學生 開始教這個字 費盡心思 他們仍然不懂 只是一直瞪著我 我苦惱極了 背後的黑板是暗綠色的叢林 白白的粉筆製瘦 奔浮在黑板上向我咆哮 拿起板擦 欲將它擦掉 它卻奔入叢林裡 我追進去 釋出奔巡 一直到白白的粉筆穴 落滿了講台上 我從黑板裡奔出來 站在講台上 衣服被瘦爪濕破 指甲裡有血跡 耳朵裡有叢生 低頭一看 你我不能置信 我竟變成四隻腳 而全身生毛的脊椎動物 我吼著 這就是瘦 這就是瘦 小朋友們都嚇哭了 其實我覺得 這個本身 我們在講圖文創作的時候 今天我們先不講它是不是AI製圖 不管我們今天是繪畫 是攝影 包括AI製圖 對我來說 我料替它做這張圖 不管我用了什麼工具 它對我來說就是一種 圖文創作 就是一種圖文護文的一種模式 那首先我就會先去瞭解 舒老師這首詩寫的是什麼 我們去結構它 那當然其實它很好懂嘛 對不對 它其實很好懂 所以它因為很好懂 所以也幫助了我 我的發想就是說 因為我是用漫畫的方式去 去就是解說 我們說它是解說也好 說它是解構也好 但是就是能夠去怎麼樣去把它的意向 把它結構出來 所以大家會看那小章的 老師說一個獸 那在AI現在的AI據我了解就是我個人使用的 的AI的部分是寫不出中文獸 沒有中文字 所以大家了解這個中文獸這個字 就是我後字上去的 是我自己把它鋪掉 然後寫了獸字上去 包括注音包括中文字 那當然如果像四個漫畫的制法 四個漫畫就是說 首先你看我寫說 一個 一位 我先把風格樹意出來 風格 因為我覺得 舒老師他這個根本就是一種 你要說什麼很穿越還是很什麼 就是很特別的一個 一個氛圍 所以我也用了特別的方式去組合這個意向 當然這四個漫畫的做法就是說 首先我說一位穿白襯衫 打黑色領帶 戴眼鏡油骨子的中年教授 在黑白顯一個中國壽制 那很大的教室內有男生和女生 臉上露出疑惑表情 當然這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就是說也許咒語 會像剛剛白老師講的可能一句 但是我的作品法並不一樣 因為我比較喜歡說故事的方式 我喜歡去結構它 然後自己再去去創造它 創造它一個情境出來 所以四個漫畫 第一個 他留住了穿白襯衫黑色領帶 這個老師他必須是就是主角嘛 然後寫來那就是說 你必須去原生他後面的 老師一直講不懂 老師一直講不懂 那同學不知道字怎麼說 那開始因為為難 然後他想像自己是獸 其實他最後的目的也就是要去教同學 怎麼去瞭解這個獸是什麼 然後這個獸字怎麼寫 當然他中間會有一些奇幻的變化 這樣子 那這些情境 包括後面我會 就是 老師開始已經很很很 就是不知道要怎麼去形容這個獸字 獸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老師就走進那個幻想的世界裡面 那這個幻想的世界怎麼去 去我們怎麼去延伸這個意象呢 所以我又後面寫了 一個一樣的那個教授 然後側身穿越 一隻腳衝破黑板 然後打一隻側身 戴眼鏡 留骨子四肢和全身長滿白色長矛的怪獸 穿越中間黑板往左方向跑 畫面被一大片黑板隔閡成左右兩邊 然後氣憤陰森 這個穿越其實真的不容易 這個就是語法 那這個語法就是不是我們去 因為他的詩是閃文詩是很長 我沒有辦法去拿一句話來代表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我們自己去 等於是解構了那個意象以後 我們去想像老師掉那個情境裡面 然後他幻想他變得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去做了這個畫面 然後最後呢 最後他終於就是這個語法 其實是小的那個語法 整個大的 因為我當時做了 我沒有留著 但是這個小的部分我都還記得 所以我把小的截起來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整個照片 整個圖片裡面 是把那個小的後製上去 後製在大的 其實那個大的就是原本一張圖 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意象 因為最後呢 你變成一隻手 但是你還是老師的身分 也就是我告訴你 我還是老師嘛 但是我也同時教會了你們 什麼叫手 這是我對他的理解 當然至於本身 蘇老師他怎麼去看待這四張圖 因為他在臉書上有看到 所以我會把他截下來 這是蘇老師當初 他看了這四張圖以後 他說 噢好 意象是什麼 怎麼看到 畫給我看 然後老師說 何為意象 簡單說 就是人類依據 詩句在心理上產生的影像 AI也可以做到 大致上 與詩人構想的意象相去不遠 就是老師說 我做的那個意象是相去不遠 所以 可以這麼說吧 詩由AI生成的圖像 就是這首詩的意象 然後老師說 AI對詩意象的教學 會有很大的幫助 哇 應該是多的 然後他謝謝我 那我也很謝謝老師 給我這個機會訓練 這也是一種訓練 像我們小朋友在家裡 我們小孩子從小的時候 我們現在出租接觸 AI跟小朋友是一樣的 我們看到說蘋果 蘋果什麼顏色 紅色 我們是這樣子去認識他 所以AI也是說 雖然說 現在很多人剛開始做 不是很純熟 然後也沒有說很多的想法 因為他們幾乎是交代給AI 就是讓AI去理解他 但是我覺得在AI理解你之前 就像一對戀人 你不能總是希望別人理解你 你也是要付出一點 是不是 然後所以這是我的方式 然後在對於圖像的視覺效果 對於質量這個部分呢 這是我個人學習的 分成的三個 三個我認為的想法 就是說 第一要凸顯主題強化構圖 那真的凸顯主題強化構圖 這跟我的攝影理念 也就很接近了 我們在攝影裡面 攝影裡面的理念 就是說 盡量用減法 就是去把就是留白 就是不要太複雜 所以主題一定要明顯 強化那個構圖 其實會 就是說 大家不要以為說 那個交給他們就好 但是如果你有一種 你有構圖的這個概念的時候 幫助你的圖像的那個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比如說我們在攝影裡面 我們會說構圖什麼 緊緻構圖啊 三分法啊 二分法啊 其實這個對我個人的創作 我覺得幫助非常大 然後第二呢 各類藝術技能專業用語 也就是說在我還沒有學習AI之前 我還沒有在畫AI之前 我其實 比如說我可以知道一些攝影的用語 但是我沒有想到是把它用進去 那如果也可以說 比如說我不會畫圖 所以我不會想到說 我們在圖像裡面 可能可以給他設定一些風格 比如是說 潑墨啦 或者是筆刷啦 或者是什麼 這是我們以前不會的東西 反而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要學習AI 所以我學到了AI以外的更多東西 應用在這個上面 這是我覺得最豐富 豐收的地方 然後第三呢 善用後製處理經驗圖像 這個就是我很愛做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AI本身它出來 不見得能夠代表你 那你難道要一直去生成 重複的一直去生成 然後去學 然後甚至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可能做出的圖 一直不盡自己的 就是可以有很能夠到位 那時候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可以是 適當的用一些後製處理 那我相信其實不管是做音樂的 剛剛老師的動態什麼的 或許就是 我們可以說它其實都是一種後製 對不對 不可能全然就是都只有AI自動生成 當然一定也是有 我也有過 但是我失敗的比較多 因為我們是學的比較淺這樣子 那像這一首 比如我寫說 陰夜 唯我層層睡去 方能無視 雙松下的草棘 不悲 淡溢出融雪 當天空撒下千百種詩 我無意窺見雪中孵化的孩子 夾在晴光雨暮雲間求存 而十一月的風 獨缺一雙耐力的翅膀 我毅然頓入那柔性的批判 莫讀它的悲憐 那如果說這麼長的詩 我們要把它制服成一個AI 那或許我們可以去抓到其中的重點 就是說陰眼 那可能就是一隻老鷹 一雙老鷹的眼睛 那有雪中孵化的孩子 那我們就可能會有一個孩子 比如是這樣子的一個 那它會在我們的書裡面 寫的它會是什麼 好像就是我剛剛講的插畫插圖 對不對 那它是圖文詩嗎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自己去判斷 它是圖文詩嗎 那當然如果像這樣的一張圖 其實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它比較生意 就很AI 所以我喜歡加上我自己的想法 那我就會把它變成像這樣子 同樣是陰眼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去改變了什麼 我去改變了它的光線 光影改變了它的構圖 改變了它的色彩 光影 構圖 色彩 這在我們攝影學裡面 它就是最基本的要素 我把它就是應用在這個地方 可不可行 這是沒有一定的那個吧 我覺得創作就是個人 個人最舒服喜歡 就是最重要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覺得說 這樣是不是稍微有比較溫度一點 但是我個人會比較喜歡 是這樣子 那再來我寫這個步 眼淚是假的 寂寞是假的 歡喜是假的 愛上是假的 藍天是假的 花開是假的 秋天是假的 月圓是假的 醒著時候是假的 醉了以後是假的 飽足是假的 病痛是假的 冷是假的 熱是假的 你是假的 我是假的 領悟了所有的假的 感覺是真的 就是萬物皆假 我情感最真 就是就是說 在我們就是做AI的時候 儘管我們是靠AI去生成什麼 但是我覺得有點非常重要 就是保持我們內心真性 真正的情感 因為我們要加入了我們情感 才會有屬於一些是我們的東西 那它你可以說它是真的 因為它是就是我們的東西 我們的想法 那我這張圖呢 我就是 其實這很抽象 這個詩要配這個圖 真的很抽象 你要什麼東西 到底什麼東西假的 最後變成真的 所以我在這裡 我選擇了用一個比較簡單的線條 然後用了很多的 骷啦 夜間 白天 然後在色系方面 我用了一個很矛盾的色系 就是說我用了一個比較冷的色系 讓它變成什麼都是假的 但是它裡面又有穿插一些比較暖的色系 所以這中間的矛盾 這是我想表現的地方 我用這種色系的矛盾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共感 我們有時候用一個冷色系 就會感覺寂寞 用暖色系就會感覺溫暖 但是這個色系裡面它是矛盾 這是我下了一點小小功夫 但是這個圖它能夠這樣子生成嗎 真的不好生成 我也寫了很多的語法 後來我覺得 我乾脆還是把它用後製 後製的方式 我怎麼後製呢 我用了三張圖 這是我原本的三張圖 然後這三張圖我分開看 我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東西 於是乎我就把它 裁中間的變成大圖 小圖變成在上面 這個下面變成下面這樣子 這就是我的做法 我不知道這個算不算頭部 這是我喜歡的方式 然後再來 這個落葉花絮 這一張照片 我就要說它是照片 這是我用手機拍的 那我原本就是喜歡用手機拍 做圖文創作 當初這個落葉花絮 這麼短的這一句話說 聽那醉人的人形葉片 楊波有聲 余聲欲獨行 那這個就是我的一個創作 那麼如果我們今天 換成是AI的話 它會變成什麼感覺 大家看看你們的感覺 有沒有覺得少了一點什麼 還是說其實不一樣 我們看一下 其實它不一樣 你說它冷冰冰 但是它其實也很特殊 它是一種另類的 AI的表現方式 那一樣 聽那醉人的人形葉片 楊波有聲余聲 余獨行 它其實也是有那個感覺在裡面 當然 這是我就是玩AI的第一張作品 所以它可能 你說它深色嗎 我也許也一點 但是這是我的表現方式 那當然這一張圖 也不是原本就是這樣子 我還是有做了後製 那它原本的圖是怎樣的 它原本的圖是這樣子 上面那一張是這樣 但是因為上面 我們一般在做AI圖的時候 初初學者去下咒語 通常都會多的那些外新聞 都會那些不知道什麼的語言 那我會覺得它很破壞畫面 破壞詩意 所以那個部分我把它的那個字去掉 然後再來下面這一張 就是人形葉片 所以我把它 我只取我想要的東西 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是我的攝影的創作 但是這一張作品 它是攝影其實是結合AI 怎麼說呢 因為我這一個是鳥畫 那鳥畫這個鳥當然是我拍的 但是這個鳥糞 鳥糞也是我拍的 可是鳥糞哪有那麼大 我怎麼去創造這種畫面 其實我後製是 整個是用AI後製上去 我讓它成為一個AI攝影作品 那因為我想表現的東西太不容易表現 所以我用這種方式去做 因為鳥畫對我來說就是兩種意思 一種是你說那什麼鳥畫的意思 一種是兩隻鳥在對話 然後你說那什麼鳥畫 我就用糞便 這個鳥的糞便來表示 就是你說那是什麼鳥畫 這樣子 所以時間將話題越扯越遠 從AI談起字沉默聊下去 背對背比面對面恆久美麗 不容易消耗的梗 吞入腹裡狼行虎漾 一些無趣的鳥髒嘴便脫渴而出 有時老鷹有時麻雀 有時像紙糊的魚飄飄的青 上一秒的曾經越涼薄越驚 如風中靜置的水氣 AI順勢落下沉默及時談起 因爲我不太好表現 所以我用AI在後製 然後這個越引力 因爲這個越引力 它是比較有一點古代的味道 所以我用了這個方式去表示 那其實我也有做了一些 AI的動畫 然後我也有做了AI的歌曲 但我覺得今天時間是很有限 所以我其實就這樣放 那很有趣的就是說 這個我也有失敗品 就是說大家看同樣 我同樣這個 我用這個軟體做這樣 明明就是很漂亮對不對 就是很古代風 那我換了另外一個軟體 我想要把它做成動畫 其實很好笑 它就變成這樣 那變外國人了 就變外國人還有黑人 然後而且那個動畫很好玩 這個頭好像拐大一樣 所以這是我覺得我的個人失敗品 但是很有趣 那就是我的一個氛圍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志欽小姐 非要我來分享一下 他說那個我臉書上其實做了很多 不一定是寫詩 有時候就是很無聊的做一些 像有一天在煮飯 然後我就覺得說 煮飯那個畫面很好玩 我就弄了幾個AI圖 他說一定要我來分享一下 那算很可愛 好 我就把它分享起來 就是有時候我們生活 就是有些樂趣 不一定說一定在用圖 在一條寫詩或什麼上面 生活上你看我去煮一頓飯 煎個牛排 我一定要搞得這麼激烈這樣子 然後不然就是煮的麻婆豆腐 為什麼一定要那麼激烈這樣子 然後再來烤雞 我用踢進去 這個很好玩 還有這個就炸魚 炸魚 然後最後還有還在炒一盤菜 再炒一盤菜 就是比較誇張式的方法 然後最後再來我終於煮了一頓出來 這個就是有時候我們生活上 其實就是你遇到什麼事情 有點想要發洩的話 我覺得AI這種東西真的很妙 它其實可以常常應用在生活上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我個人 因為我喜歡拍照 所以其實我也應用在可以用在教學上面 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畫面裡面 我會 因為語法當初我都沒有把它留下 但是我在語法裡面一定會用了一些 比如說高視角 低視角 平視 影像 鏡像 之類的這種語法 我會用在裡面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 比如說高視角 從上面拍下來 這個我都把它拿來可以應用在我的 那個手機攝影教學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這種 平視 然後還有鏡像 那當然這裡面 我會寫到一些語法 比如說超廣角 超廣角 真實影像 8K高畫質 超高 超高清 或者是細節豐富 超逼真 超細膩 我會加入這一些語法在裡面 而不是只有單單寫說 一個長髮女子 然後被風 吹風飄怎麼樣 這是一定會加進去的語法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像最後這個 這一位 這個也是我 我那時候做的也是在攝影教學裡面 但是這個部分是因為我加入了光影 它是屬於一個逆光 一個逆光的內容光影 那我會覺得它其實是比較唯美 也就是說我覺得就是說 有時候不一定就是很死板的說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講就是美或不美 因為美或不美 其實是我們在追求美的路上的那個心情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在創造美的事物的這個 創造的這個中間走 從我們的起點走到美的那個點的路上這個心情 我覺得創作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 到最後你是不是美的東西 它其實是見仁見智 當然我最後有寫了一段小小的心得 就是說這個我沒有看我會忘記 就是說如果AI對我來說 它如果是一幅畫的話 那麼所謂的咒語就是我手上的畫筆 我的畫筆 那協助我們完成一種新的敘事方式 促進虛擬與現實的交融 並且通過自然語言深層注入不同既定的思考方向和創作靈感 而在AI主導的圖像創作中 美學與藝術的視角的掌握必然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那關於關於AI師徒共創的應用 那以現階段我個人的學習的經驗而言 和AI溝通即是學習問問題 向文本問問題 向生命所理解的那一小部分發問 然後向自己對世界 對生命理解的那一小部分發問 然後向詩人發問 然後A就是我們只要能夠理解 才能進一步的去表達 那AI仍只是處理它是工具 創意則來自人類的知識學習 和內在的真實情感 當然不會演未來數位內容的創新與潛力 依然令人充滿期待 可是我個人還是覺得創作與發想 這個個人情感與創造力的發想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去駕馭AI 是比較根本的 是我個人的學習經驗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 終於輪到我了 接下來由我來分享過去這幾個月以來 我們做AI師徒共創的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那本來看到今天的海報 這麼多老師講在前面 我跟著接著要講 覺得有點惶恐 於是在資訊方面 我請教了一位教資訊工程的朋友 他有告訴我一些基本的一些嘗試 接下來我是郭志欽 我要怎麼按 下一個 再上一個 我剛剛在這個開幕的時候有講 AI結合文字 比如詩的話 他可以有拍照 或者是AI師徒共創 或者是輸入AI 他可以幫我們唱 可以作曲 還有詩跟傳科 還有各方面的詩的美學的表現 那對我來說 AI師徒共創 這個AI圖片生成軟體 它是一個 就像是一個雲端的一支畫筆 我們畫油畫要用油畫的畫筆 水墨畫有水墨畫的畫筆 那AI師徒共創 它只不過是一支雲端的畫筆 我們還沒有習慣 有一些人還沒有習慣而已 因為今天的主題就是AI 所以我就嘗試著把每一個標題輸入 讓他生成這個圖 讓大家看我的臉不會太乏味 還可以看圖 而且我覺得就實用面上來講 我覺得比如說學生在做簡報 還是說以後在業界在公司行號做簡報 我好像有點太大聲了 然後遠一點 在做簡報的時候比較不要 可以放一些適當的插圖 一些圖片 我個人覺得說簡報如果太多文字的話 會有點無聊 大家看了會眼睛會疲乏 所以為什麼師徒共創呢 我覺得蠻好的一點 就是說因為有些圖片 圖片跟文字 就是人的大腦去理解這個文字跟圖片 大腦的區域是不一樣的 就像是我們交通號制 為什麼他不是寫中文 限速50公里或者是警告標誌 他通常交通號制都是一個圖 一個圖 所以人看那個圖馬上就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AI師徒共創還是有他的很大的優點 AI生成圖像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 我剛講我覺得他是一支雲端的畫筆 AI的偏見 剛剛蘇老師有講到AI的偏見 我就覺得很開心 我跟一個交資訊的一個老師 跟他請教什麼叫做AI偏見 等一下我們說 AI能夠掌握失意嗎?情緒 一般的人會覺得說AI圖的話 他冷冰冰就是很降氣很AI 他能夠我們告訴他一首詩 他真的是能夠畫出詩裡面的意思 能夠掌握失的情緒嗎? 我等一下用我自己的例子 我們來分享 AI能夠畫出詩的隱喻嗎? 詩就像剛剛白寧老師說的 看不懂的就是很有反而很有詩意 那他能夠真正去了解 詩的隱喻嗎? AI圖文共唱這件事情 最會被討論的 一開始最會被討論的 就是他會不會去仿茂 或者是抄襲名家的畫 這一點我覺得很多人會很關心這一點 還有遠景 我們來看第一個我想要表達的是 AI生成的圖像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 它是一個雲端的畫地 那他在藝術市場當中 AI生成的作品已經逐漸獲得更多的關注跟認可 有這個已經有這個例子了 2018年一幅人工智慧作畫 一幅人工智慧生成的圖 競標價竟然是破台力千萬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我也是為了今天20分鐘的簡報 我去搜尋一些東西 竟然在2018年就有了 貝拉米畫像 看這幅圖竟然可以賣競標到43萬2500美金 折成台幣大概就是破千萬 看起來也不怎麼樣 可是我想它是有它的一個歷史的意義 43萬貝拉米畫像43萬2500美元 高價拍出 當然為什麼它不是真正人均畫的 為什麼一個AI的圖可以賣這麼高的價錢 當然技術創新跟AI與藝術的象徵性的意義 還有市場媒體的炒作稀有性跟獨特性 我想最主要是這幾個原因 好那什麼是AI貼件 那我們就用直接的例子來看 當我告訴他說請幫我畫一個美女 他為什麼畫出來一定是金髮美女 不是不是金髮美女 一看就是洋人的美女 這個就是一個AI的偏見 那我剛有說我請教一個 教資訊工程的一位朋友 他是跟我說現在的 還有過去一些AI圖片生成軟體的工程師 跟公司都是比較屬於比較是西方的公司 他們的審美觀 他們的審美觀當然可能就是 就是這樣子金髮碧眼 是這樣子的美女 所以他們輸入大量的資料庫的時候 可能就會比較偏向於西方人眼中的美女 那這些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AI在產生文章也好圖片也好 他們是因為被工程師放進很多很多的資訊 而很多很多的資訊在各個不同的領域裡面 他是這些資訊是被切成很小很小的碎片 很小很小的碎片存在的 當我們輸入指令 要求他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從這邊拿一點 這邊拿一點 這邊拿一點 然後他會生成 比如說AI生成圖的時候 他會生成好幾幅圖 然後AI他會從裡面 從生成的幾幅圖裡面去找一幅比對 跟現成的資料庫裡面 最不像的作為輸出給我們 所以當這個AI他的資料庫裡面被餵食 我是說比如說餵食的話 被放進去很多的大數據的資料庫 當是比較屬於西方的公司 還有西方人 西方的工程師的時候 他當然他的標準就會比較傾向於這樣子的美女 那如果說我要 我需要他幫我生成一個東方的美女 我就要明白的告訴他 請幫我畫一位東方的美女 這個就是有待於說 以後的工程師在給資料庫裡面 更多更優質的 而且比較平均的的一些資料 第二個 AI能夠掌握詩意嗎 詩裡面的情緒 他是不是能夠真正去掌握到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說 你這邊因為我 每一個標題我都請他生成圖 那我很驚訝的發現說為什麼他 這個你有點點沒有亮亮的 右邊這邊他開心生氣哀傷 你有沒有發現他的線條都是比較女生 比較女生 我本來以為這是不是AI天見 然後後來呢 據我的朋友他叫私訊 他說這個應該不是AI天見 是屬於認知上面的 因為女生一般來說都是比較會表達的 他開心、不開心、傷心 他會直接表露出來 所以這個為什麼他的線條 會是比較女生的線條 聽說是比較認知學上面的解釋 我有一手想而吃 我做了四個圖 那我沒有用全部 我是說這一個我覺得他有掌握到詩的含義跟情緒 我這邊寫 禁止的時間網狀蔓延 如果是網狀的話 他為什麼你會發現說 他的網狀蔓延是白色半透明的 成網狀聲音 禁止的時間聲音是沒有顏色的 沒有形狀的 那他居然把禁止的時間 網狀蔓延這件事情他把時間化成半透明的 白色的 我覺得是 其實是很符合我想要表達的詩語 而他不是把他畫成黑色的網子 或者是紅色其他顏色的網子 我覺得他用白色半透明的 非常符合我要表達的意思 那這個也是閃文室裡面的其中一張圖 我截取一點點 那這一張圖我看到我其實是滿驚訝的 你看喔 少數用力把時間縮小再縮小 直到把他們塞進每個房間的時鐘裡 你看喔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 你們才剛剛看而已 我看到這個為什麼會讓我非常的驚訝 我們看一下 這個女生的頭跟手是不是有一個線條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線條 那他的左手跟這個時鐘 右手上面的時鐘是不是也有一個線條拉下來 我覺得他是要表達一個用力 有沒有 少數用力把時間縮小再縮小 直到把他們塞進每個房間的時鐘裡 那我覺得他用力而且要趕快把時間 放在每個房間的時鐘裡 而且你想喔 他把時間塞進每個房間的時鐘 是不是應該同一個時間 那我發現說他每一個門 每一個小房間的這個時鐘的停的位置都是一樣的 並不是一個是一點 一個兩點一個三點不是 他每一個時間看起來是12點10分吧 應該是12點10分 每一個時鐘的時間都是一樣 所以讓我驚訝的是上面那個白色線條 兩道的白色線條 我認為他是在表達用力 所以這一點其實我是滿驚訝的 那這一首散文詩呢 前面他是在敘述就是說 剛剛第一個就是禁止的時間往上那一年 他其實這個散文詩在寫說 一對年輕的夫妻先生就是去世了 然後那個太太年輕的妻子就一個人在家裡 那他會覺得仿佛時間太多了 因為家裡就差一個人他覺得非常的空虛 這個時候他就覺得說時間非常的多 他要把趕快把時間縮小 放在每一個房間的時鐘裡 他希望他趕快牢 他希望他可以趕快牢 跟他的先生在見面 好我是表達這樣 所以當他那兩道光 那兩道白線條出現的時候 我是非常驚訝的 我是非常驚訝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好我們繼續看再說 這個李飛鵬醫師的他一首詩 他將身縫 身縫這個屍體也是很有屍體 他將對他的不滿深深地縫起來 沒有異樣的表情 如一件洗乾淨的睡衣掛在那邊 沒有異樣的表情就是表情 我覺得這張圖也是讓我驚訝 他並不是很悲苦 如果是愁眉苦臉或者是會哭 那就太over了 太超過了 他對他的不滿 他不是咫牙咧嘴的那種 那種很憤怒的感覺 你不覺得他的表情就是 就是一副很不感恩 就是一副那種 那種有點不情願 不開心不快樂 所以我覺得這張圖 這個女生的表情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滿驚訝的 那接下來我剛剛又有點呼應到 剛剛AI偏見 你會記得 我說他將對他不滿 我沒有說是洋人 可是你會發現說 他畫出來的女生都是洋人 這個就是某一種的AI偏見 最近我看到一些媒體上面有寫AI幻覺 我想在座可能恰恰老師都知道 AI幻覺跟AI偏見互為因果 這個講下去可能要請老師講 這個我沒有司科講 好 輸入對話 我們再用這個 AI他能不能夠表達詩的隱喻 或掌握詩的隱喻 我用這一 我自己實驗 這一首九月的詩呢 午後的屋簷 風靈散落一滴秋天 竟有被日子驮著走過的碎片酸味 這大概九月秋天 有點淒涼銷澀的感覺 好 那我輸入他產生這個圖 那這個圖的話 是真的有那麼一點銷澀 你看那個木頭放棄亂七八糟 雜草 還有光線透過來 有很多的微塵在空氣裡面 地上很多都沒有人打掃了 感覺上就是很久沒有人住了 你有沒有看到 我說風靈散落一滴秋天 並不是地上好多風靈 可是他AI誤解了 他地上畫了好多的風靈 所以我就告訴他 詩中 我就告訴他說 風靈散落一滴秋天 是代表秋天的蕭瑟 地上不要有風靈 他的誤解 他誤解 誤解成風靈散落一滴 那不一樣的 我跟他講 地上不要有風靈 所以他重新再輸出這一張 那也是有表達一種秋天的蕭瑟 你看地上的那些落葉 很多的塵土都沒有掃 而且葉子也沒有修剪 微光 那個光線當中的 透過很多的微塵 還有破舊的一些木板 放在那邊 我覺得他是有掌握到這首詩 他的隱喻跟他的情緒 剛剛那個是詩裡面的情緒 跟他表達他的詩意 那接下來我們講 AI能夠畫出詩的隱喻嗎 這個圖深層我是非常的驚訝 我非常的驚訝 在海洋中占據一座花香的島嶼 又要在島嶼裡養出一汪大海 那個這個代表就是說不見得是愛情 就是說朋友的關係也好 情侶的關係也好 就是說你在茫茫人海裡面 你喜歡找一個知己或是找一個好朋友 找一個異性朋友 或者是結婚的對象 或者是一個找自己的結婚的對象 不管在茫茫人海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要找一個窩 找一個可以跟自己作伴的人 就是佔據一座花香的島嶼 可是當你有了這個對象以後 比如說結婚好了 結婚了以後 又要在婚姻生活裡面 要養出一汪大海 我想在座都是中文系 我不用解釋這首詩 那你看這一幅圖 為什麼讓我驚訝呢 你看遠處我們都看 那個島上面很多花 有沒有上面是不是有很多花 可是他我萬萬沒有想到 他給我的島竟然是枯樹的島 這個是太符合這個詩意了 因為要有島嶼裡養出一汪大海的話 肯定就是說不怎麼OK的生活 對不對 想像是美好 進入婚姻以後就像墳墓 人家不是說結婚 我們講結婚這件事情來比喻好了 結婚就像什麼走進墳墓是嗎 好 那你想會需要大海 代表他的生活是需要很多的包容的 很多的原諒 很多的寬恕之類的 所以他竟然是把婚姻關係也好 還是朋友之間的關係也好 他用這個有點像是哭島這樣子來表現 那我就覺得我非常的驚訝 那我不信邪 我又請他再輸出一張 也是這樣子的 也是這樣子的 那我不相信 我再次再次再次 我記得我輸出了好多張 只有一張 他是 他的小島是綠意盎然的 只有一張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在 這個是比較後期 可能4、5月的時候生成的 可是在我們第一次AI系統工創是大概2月 在2月到2月的話 我不認為他AI的能力 AI製圖軟體有辦法去理解這個 當然我沒有試 可是以我是別的師來講 我覺得至少到5月份 我覺得AI製圖軟體 他本身是有 他的理解力還有理解力是有幾個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 他會很多人會在意就是說 那你AI製圖軟體 你基本上你會做 你就是根據工程師給他很多的資料庫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會不會去仿冒別人的東西呢 我們用新樂業 范古的話很多都是非常知名的 是非常well known的東西 他有什麼名畫 我們也大家都知道 好 那我們以這個 我自己為了今天的簡報 我做了一個實驗 然後新樂業是這一幅圖 那我就問他說 你可以畫范古風格的話嗎 他這個就有點像是 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要去問校長 一般的學生想說 我要去問校長 算了我不要做好了 他是說深層的時候有出現一些問題 如果你確定你還是要深層這幅畫呢 他叫我要去跟Open AI 他叫我去聯絡Open AI 算了 那就我只是想說他會怎麼說 好 這有點像是景訊 稍微擋你一下這樣 好 所以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就是想要畫 希望他幫我生成范古的風格的 那剛剛我們看范古的這個風格 是不是有點像線條 藍色 綠色的 紫色的線條 所以我就告訴他 我給他的輸出的 對 我告訴他的指令是 請用藍綠色系的線條畫夜晚的星空 其實是風格非常的不一樣的 那我又覺得是少了哪裡啊 那我又試 請用藍色 我發現我剛剛忘記講藍紫色 請用藍色跟藍紫色的線條畫夜晚的星空 是不是跟范古的那個畫是太不一樣了 然後接下來我發現我少講黃色 而且我少講圓形的捲區 請用藍色線條 遊戲線條呈現圓形捲區 帶點黃色畫夜晚的星空是截然不同的 那我又想 如果我硬是要有范古風格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就是我用我拍的照片 讓AI圖片生成軟體改變風格 我跟他說 請將這張照片改成范古的畫的風格 你看有沒有像 就是有范古的風格 因為他的筆觸就是比較粗 比較讓我們看到很粗的線條這樣子 有點彎彎的線條 比較粗的線條 是有那個范古的風格 我再試另外一張照片 這個照片我也是讓他改成范古的風格 這兩張 所以我覺得 那這個其實一看就知道是范古風 可是也一看就知道這個不是范古的畫 因為范古有多少畫作都是非常知名的 所以沒有人會去質疑就是說 這個抄襲范古的畫並不會 那為什麼他有辦法去改變 為什麼我們告訴他一張照片 他可以幫我們改變成范古的畫風 因為他有深度的學習技術 那機器學習技術中的一種先進技術 通常是用來製造AI的工具 那這種深度學習的方法 是模擬人類的神經網路 用來賦予AI工具學習跟感知能力 給AI一張圖片 他可以轉成特定風格的話的時候 軟體他會把內建的深度學習模型喚醒 用來做轉換 那AI為什麼能夠知道我們人在講什麼 是因為他透過內建的深度學習技術 來了解人類的語意 我想我們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因為這是諮詢工程方面的東西 好 我們了解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剛剛有說每一個標題 都讓AI生成圖片軟體讓它生成 那我就說幫AI的深度學習技術畫一張圖 那他就是畫這兩張圖 展現了神經網路 數據處理的複雜性跟算法運作的場景 是有一點高科技的感覺 好 那就剛剛幾位老師也有講了 AI它是一個工具 我們讓它當作是一個我們的幫手 以AI深層圖片來講 AI它這個就是一個雲端的畫筆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它在藝術還有醫學文化發展上面 其實都已經做了很多的AI運用 好 那現在是非工商之間 所以我們現下室家演術社團 是一個詩協帳的社團 有談詩 讀詩 演詩 詩跟鑽科 用鑽科來表達詩的美學 還有AI生存圖片 那這個是社團的logo 如果有人想要可以 就是用手機照相機掃描一下 就可以進入我們的社團 那另外我們現下室家有做podcast的 就是聽語音的 像收音機那樣子的 很多人是IG 還有台灣思學粉絲專頁 還有Facebook絲論壇 Facebook絲論壇就是專門是有貼詩的 它不是詩協槓的 好 很長的時間 謝謝 我講得好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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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想這個很難得 我們後面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到五點鐘結束 那不知道同學們 或者其他的朋友們 有什麼問題 跟想要上課 香港會台南上課 好 你要怎麼樣 我們上面葉節目有課 好 鼓掌一下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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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沒有什麼一些其他的問題 要跟莎蕙老師討論的 在場的同學們有沒有玩這個 有沒有在玩這個 有沒有 沒有 應該有 有沒有什麼要討論的 好 我想 沒關係 就是今天對我們來說 這個經驗也非常特殊 我也就是第一次聽到 他們談論有關於這個 AI師父共創的這些相關的內容 對 像我這樣 你習慣以文字樂譜的人 這個非常新鮮的這個經驗 但是各位要知道 詩跟圖它其實都是很 可以很複雜也可以很素豪的 這個藝術的類型 所以每一項的學習其實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就以詩的理解來說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 剛剛他們在談的時候說 一首詩你要去用AI機畫圖的時候 你對這首詩的理解 然後你要這個結構以後再去重構的 你可以發現它最起碼要有詩的信念 所以要有詩的長期的閱讀的經驗 所以其實本質上是 那個知識的本體是一個根本 那個地方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更進一步才能夠談到這個 用新的科技去充施這個創作的相關的工作 好 那如果大家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會努力嘗試把今天這 這個兩場的這個論壇 我們會嘗試把它用文字去整理出來 然後我們希望是可以出版一本書 我們也希望今天的講者 如果在今天談的基礎上面 可以讓這樣一本書更加的豐富的話 那我們也非常的歡迎 那麼另外就是我們今天在現場的那些展覽的作品 在今年的年底會有一本詩選 會有一本詩選 那它叫做雙人舞 雙舞 它叫雙舞 會正式出版 那今天現場有一本這個 《碎骨吹詩論壇》的這個刊物 我不知道同學會有沒有拿那本 那裡面有一個小專題 就是今天展覽的這些內容 那這個《碎骨吹詩論壇》 是台灣詩選集刊的第二本 現在第二本詩看 那它前面那一本就是《學看》 但是《學看》其實是從原來的一個記刊 發展而來的 所以明天下午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有一場也很特別的這個活動 這場活動是台灣詩選集刊 從我們是92年 從1992年創刊以來 那個《台灣世界記刊》四首期 那之後到《學看》現在已經 140幾本 整個來說已經製作成為一個資料庫 所以明天下午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有一場跟這個資料庫有關的 這個應該是一個論壇 也是一個論壇 那麼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詩社、這個詩刊 他們長期努力方面 他們回過頭把他們自己過去 長期所做的、所生產出來的 這些很重要的文獻資料 到最後可以變成一個公共的資產 可以讓在一個資料庫的價格底下 大家很多人就使用 那另外一方面這個詩社 又非常勇敢的去面向心的事物 台灣大概沒有任何一個詩社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能量 這個能量 這個詩社他大概三、四十個人 其中也不是每一個人 對這樣的議題都感興趣 但是對他們來說 努力的去開創各種不同性的可能 其實對於整個現在詩的發展來說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就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整個下午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一起來面對一個 台灣現在詩發展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就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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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